大家好,这里是关头集点,欢迎大家试试看 上期视频和大家介绍了交流电和直流电流的一些关系和特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比较是不解 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有一个方波电流 它为什么可以是直流电,也可以是交流电流 我这期再和大家讲一下子,分析一下子 大家看一下这里几幅图 这上面呢,是直流电流的这个波形图 下面三幅是交流电流的这个波形图 这两幅图大家都容易理解 一个是直流电,一个是交流电 这个正前波交流电 这有两幅图,这也是直流电,这也是直流电 这个是交流电,这个也是交流电 直流电流就是它的方向不发生改变的电流 这三幅图当中它有一个特点 这幅图大小和方向都不发生改变 这幅图它大小发生了改变 但是它的方向不发生改变 这幅图也是一样的 它的大小发生改变 但是它的方向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画的这幅图 这个方不电流,它的大小也发生改变 但是它的方向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它是直流电 我们再看看交流电 这是正前波交流电 我们正常使用的这个4.220V就是这种波形 正前波交流电 这个大家都懂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不电流 它的电流 它的大小和方向都发生了改变 当在第一向性的时候它是正 第二向性的时候它是负了 所以它的大小和方向都发生了改变 很多地面器里面都说这种方不电压 这种方不电压呢 它也是交流电 它的就上下对称 它的平均值为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方不电压 这种方不电压它也是交流电 它大小和方向都发生改变了 当时它不对称 就上下正负不对称 所以它的平均值不是为0 但是它也是交流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方不电压 这种方不电压它没有过0 所以它是直流电 这种直流电压在我们的这个开关电源里面 220伏通过整流滤波之后 变成310伏左右的直流电 然后再通过这个开关 开关管它一开一关 然后再通过这个开关密码器输出 这个开关管呢 就把这个310伏的直流电 变成这种波形的直流电 打比方 我这里有一个直流电 这个直流电假设就是输入 通过开关管的这个直流电 我这里是 我调到12伏吧 12伏 然后我这个12伏电压的后面接个负载 接个负载 然后通过这个开关管 我这里通过一个开关 现在我这个开关是断开的 所以它灯不亮是吧 然后我按一下 亮一下 这么的开关电源当中 我们的开关管 厂商一管就像断这个开关 只是它是自动的 我这个手动的 它均匀的 开关开关开关 那么我就把这个3 就把这个310伏这个直流电呢 变成一段一段的 这种传播 开一下 断一下 开一下 断一下 是吧 开 开 断 开 断 开 断 这个过程就是涨播过程 就是把这个 310伏左右的直流电 变成这种方部电压 但是它还是一个直流电压 另外我们再来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周期 频率和脚频率 我们把这个交流电 完成一次周期性变化 所需的时间 叫做它的周期 像我们这个正行部交流电 从0开始到最大值 然后再到0 再到最小 再到负的最大值 再到0 这个一次 然后又从0开始到最大值 从这里开始 又是重复了这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里 那这里是它的一个周期 然后的频率呢 就是在一秒钟之内 做这种周期性变化的次数 像我们的4电 220伏的4电 它的频率 是50合资 那么它的周期是多少 周期是0.02秒 周期和频率的关系是 t等于f分之1 或者f等于t分之1 我们50合资 就可以把周期算出来 是吧 这个很简单 这是它的周期和频率 在我们国家的交流电 是50合资 在欧美国家的 很多地方使用的是60合资 因为这个相位 出相位和相位差 一计算的话 设计很多公式 在这里我就太理论了 在这里我就不和大家讲 我下期再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在交流电路当中 我们的这个电感和电容 他们电流电压 他们相位关系 好 这些就和大家补充了 交流电的一些技术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